经过了廉政署12小时训问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在31号凌晨将近一点 终于抵达台北地检署 被罚警一左一右搀扶 表情还有点轻松 却在复训时说他累了 柯文哲在进到地检署的两个多小时后 开庭开到一半才说要停止夜间征讯 而且还想要马上离开侦察庭 这当然让检方不答应了 当庭将他逮捕 开到一半才拒绝夜间征讯 但明明还有其他方法 检方说能让他暂时休息 三个小时后再继续 柯文哲却不愿意说 只是来配合厘清案情 当场想要离开 更质疑不是因为犯罪嫌疑被捕 而是想要疲劳讯问 认为过程瑕疵 向法院申请提审 时间已经很晚了 那主席他没有办法接受 这样子的疲劳讯问 所以主席是主张说 他要拒绝夜间讯问 那检察官认为说 可能认为说不能让主席离开 所以就当庭预知逮捕 法界人士强调开侦察庭 几乎不会当庭中断 回家休息 柯文哲这个举动 等于是跟检察官杠上了 而申请提审后 法官将开庭 如果通过了 检方的流程就要全部重来 并重新发具票 没有通过的话 也就是法官同意检方做法 将继续开侦察庭 不过检察官当时逮捕的理由 就说是有积压必要 所以提审没通过 柯文哲被升压的几率 就会相当高 这回因为只有发通知书 给柯文哲 等于是自行配合道案 没有强制力 但检方怎么会这么做 合发居票后将被受限制 在24小时内 以这次柯文哲为例 检联单位一出示居票 带回就会开始计算 24小时内就要将结果送交法院 决定要升压或交保 但只发传换通知书 就没有受限在内 这回柯文哲涉入土利罪 7年以上重罪 检联单位大动作侦办 柯文哲和检方也展开工访站 TVBS新闻 陈冠宇 王智隆 沈佩宇 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省别加工東 省别你 不省别 北采访 multitude 部 resc事 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